春天常喝这个水你就知道排的能有多爽了 昨天晚上跟嫂子一块吃饭 说到了这个排的不通畅的这个问题 她说用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桃花茶 哎呀排的太爽了 从来就没有体会过那种排干净的感觉 但是呢她婆婆今年80多岁了 排的也是有一些不痛快 但是她觉得这个桃花茶力度太大了 不太敢给她婆婆用 问有没有其他更好一点的办法 我妈今年72了 然后这个排的不爽的这个问题 也困扰了她好多年 试过各种方法 就是不是不管用呀 就是力度太大了 这个年龄也大了 不太敢尝试 后来呢我就认识了一位养生专家 她让我妈试试用香油蜂蜜法 这个方法就适合这个年龄比较高 身体比较虚弱的人 我妈说用这个方法特别管用 要用这个45度的温水 然后呢取100毫升 里边加一勺香油 再来一勺蜂蜜 这样把它调和均匀 这个是要早晚空腹 这样各喝一杯的 要注意的是水量不要太多 然后水温不要过热 再有就是一定要选纯芝麻油哈 里边没有任何添加 只只用芝麻磨的那个香油 还有就是要纯蜂蜜 这个芝麻香油可是个好东西哈 因为它是纯芝麻磨的嘛 对咱们的肾非常好 然后蜂蜜呢又对咱们的皮好 蜂蜜加香油一起哈 对皮肾都有非常多的好处 而且还可以非常润滑 那对于年纪大了 这个脾胃虚弱的人哈 肠道呢也比较干燥 气血呢也会比较虚弱 这种情况造成的 这个肠道不通肠的人群 这个方法就特别好用 这个方法哈 不仅适合上了年纪的老人 咱们平时也是可以用的哈 如果你在春天感觉 排得非常不爽 然后就可以早上空腹 喝一点香油蜂蜜水 慢慢的把这一冬天积压的 内热呀垃圾呀 温和的排出去 等过完了春天你的身体 自然会感觉很轻松的